12題在製造肥皂的時候加入酒精的目的為何 我們上課的時候跟各位講過 我們在做肥皂的時候 我們加酒精的目的是要當作所謂的溶劑 因為我們在前面教所謂的化學反應速度的時候曾經提過 我們做實驗喜歡把東西配成容易 因為配成容易之後呢 東西被拆得最細小 然後它彼此碰撞的機會會提高 可以讓它彼此能夠比較充分的混合 然後比較能夠碰撞 然後比較可以讓它產生化學反應 然後我們可以靠著調整濃度的方式呢 來加速或者減緩反應的進行 所以我們在做化學實驗的時候 如果能夠配成容易 我們就會把它配成容易 但是呢 我們在做肥皂是要加脂肪 脂肪是不容易水的 所以我們沒辦法加水配成水容易來進行這個實驗 所以我們加酒精 讓酒精去溶解我們的脂肪 然後呢 然後可以跟我們的氫氧化鈉呢 充分的混合 所以呢 我們這一題的答案呢 要選擇的是B 讓椰子油與氫氧化鈉容易 更容易的混合 所以第三題答案是B